大家好,我是小强 NBA今天公布了昨天篮网与熊鹿抢期大战的裁判报告 证实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的最后两分钟 场上共出现三次错漏判 其中两次对篮网不利 常规时间结束前1分12秒 PJ塔克对杜兰特投篮犯规遭到漏判 当时塔克防守时碰触到了杜兰特的手臂 影响了后者已经形成的投篮动作 导致皮球脱手出现失误 应该给杜兰特两记罚球 但裁判未做吹罚 加时赛进行到还剩1分32秒时 字母哥反击中撞到格里芬 对方已经建立了防守位置 应该吹成进攻犯规 但裁判出现错判 判罚格里芬阻挡犯规 字母哥随后将球打中 把比分追成111平 最后一次漏判出现在加时赛还剩1分15秒 字母哥篮下强打杜兰特 勾手命中 但裁判报告指出 这一球杜兰特防守中碰到了字母哥的手臂和肘部 构成犯规 应该吹成2加1 最终 熊路115比111加10击百篮网 4至3进即冬绝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